現在說Min和StandardDivision 我們Test score distribution是m和s 即是有些測驗分數的平均值是m StandardDivision是s 現在將每個分數都加4 新的Min和新的sd會是多少呢 我們可以這樣做 我們可以當舊的data就是4個1 即是4個學生每個1分 你用計數機按一下Min就是1分 StandardDivision就是0分 現在我將每個學生都加4分 即是變成新的全部都5分 5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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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計算它們新的Min就是5分 StandardDivision同樣都是0分 即是說答案就是Min加4 而StandardDivision就沒有變 然後最後答案就是A 這些項目可以自己做些數字去試 因為它沒有限到m和s 所以你可以自己做些data 按計數機幫你處理 這就是MC技巧 好 好 感谢观看